大江的经理S1 开始之前呢 我要给他装一个内存卡 顺便给他拍几张照片 到时候这些照片 咱们也可以当做素材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1000多块钱的机型 能拍出什么样的视频来 首先是第一款 他已经刷新好了返航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起飞 往哪个方线飞 他信号是最好的 环顾了一周是这边 没有任何遮当 所以我们就往那边飞吧 弹风性还是不错的 现在这里风是挺大的 现在我们开始录像 对着我拍一圈 让他知道是我 他已经返航回来了 返航 100米不到 就没讯号了 这台讯号有点差 停水下降 好了我自己来飞吧 所以买老款无人机的时候 做一个测试是非常有必要的 他才飞了100多米 又100多米 他就显示没信号 不过不知道调成5.8G 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重新试一下吧 新手建议是在视线范围内飞 不过说我认为这款飞机 也只有新手会买的 5G的确定 看一下5G的信号在这边是怎么样 他也在重启这个WiFi了 证明看一下遥控器 如果这里是红灯的 就证明他没连上 绿灯的才是连上的 WiFi也要重新的连一下 信号很好 然后重新飞 一定要再刷新一下返航点 我现在飞机的位置 返航点已刷新 请留意返航位置 好 重新飞 开始录像 高雨前 OK 飞高飞远 5G的信号就好很多了 飞了100多米 信号还是满的 拉高一点 你看 飞了200米 刚才也提示信号做 所以我就不飞了 老款机型还是优着点 回来吧 咱们直接测试下一个 这边鸟好多 它在绕着我的无人机飞 好 下一个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当然了 素材我也拍了 这款无人机 我感觉买它的价格 可能是买它的相机比较大 它的无人机性能确实是不怎么样 所以难怪以前来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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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